俗法说得好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种植蔬菜很容易 也很简单 但是还有很多农村种植用户 种出来的蔬菜 一旦染上白粉病 或者是有虫害吃的现象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今天小城不才 就分享一下 我家种植十几年 各种各样的蔬菜的小妙招 不但没有虫害吃的现象 立色繁保又安全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的镜头往下看一看 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 不管种植任何农作物 发果蔬菜 首先都离不开正确的管理方式 以种植技巧 虽然种植蔬菜很容易 也很简单 但是却还有很多农村种植用户 种出来的蔬菜 一旦染上了白粉病 或者是有虫害吃的现象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其实处理的办法非常的简单 一看就废 无需打农药 立色环保又安全 在我们家里就有经常使用到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跟随我的镜头了解一下 如果这期的视频 对你们乐好 种植蔬菜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转发分享收藏 让更多人都知道这个小技巧 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 在家里家家夫妇基本上都有自家的土地 利用起来了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 当然每个人种植方法 技巧都有所不同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种植十几年的小妙招 各种各样的蔬菜的小技巧 在你们镜头里面 所看到的就是我家利用了移开荒废的土地 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而且还是在这里一片竹林里 非常茂盛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 在这种竹林里比较茂盛的地方 虫害也是特别的多 如果种的不好的话 很容易染上白粉病 或者是有虫害吃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 想要利用移开荒废的土地 没有营养的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样种出来的蔬菜 让它后期越长越茂盛呢 其实处理的办法非常的简单 在我们开放一片土地之前 我们一定要给这些土浪 没有营养的情况下 进行给它充分的营养 生活在农村的人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根本不用发钱去买什么回料 比如说家里有木炭飞 猪屎 牛粪 鸡粪 鸭粪之类的 都可以挑过来跟这些土浪一起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开放开始播种种植 大家看 在你们镜头里面所看到的 我在一个星期之前 就播种了有两排蔬菜 这一排是那个萝卜 这一排呢就是那个芥菜 还有那个小白菜混搭一起种植 我整体外观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我家的菜呢 已经出现了有虫子吃的现象 但是还没有发现有卵上白粉病这个情况下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确认 辩解这种蔬菜卵上的病害呢 我们从叶片上就一眼就能认出来啊 看到没有 像我家的目前蔬菜是利悠悠的 根本叶片上没有出现这种斑斑点点白色的 或者是有黄色的叶片啊 如果你发现到了有说明就已经懒上了 在这个白菜的位置呢 也看得很清楚 目前的话 我就发现了我家的白菜 很多这个虫害开始吃了 看到没有 这些叶片都已经烂了 但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呢 该如何去进行处理呢 首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该怎么样防止染上白粉病 其实在家里我们厨房里就有常用的 还有生活当中我们也能使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家里用那个洗粉 咬个200克 再加三勺盐 对水500毫升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用自家的喷药机 喷在舒畅的叶片上 也不知道视频前的网友们 整个过程你们有没有听清楚 有没有看清楚 操作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 一看就会 只需要我们家里有洗衣粉 自家的盐 对水之后搅拌均匀 喷在舒畅的叶片上 不但闷防止虫害 而且也可以防止病害 真的可以散适 两强其免 逆色环保又安全 除了我家这个小妙招之外 你们对动植舒适 有没有其他的知识小妙招 也可以照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